另外Challroom有人留言 Mac555 他就问他想问下半年美股策 应该怎么设计 他现在的仓仓有少量的 Amazon、Google、Tesla、AB&B和小鹏 他说平均来说都跌了十几% 究竟现在应该是搜还是沽了它好呢 他自己都可以等的 所以建议就是究竟这个仓有没有问题 另外就说要不要买一些旧经济股 有没有推介呢 首先你说如果平均来说只是跌十几% 其实你算是买得不差 也忍得很久 没有二十几三十% 就是说你应该都是跌下来的时候才接的 或者先去捞 然后跟着就不幸的 有多一级跌下去 现在就差一级跌了差10% 如果你说Amazon就是画面中的幅图 你看到就是上面 每次反弹上去都会遇到阻力 顶越来越低 现在一个模型的阻力 或者一个天花板在哪里 我给你一个记录点就是123元 其实如果有机会弹到这个位 其实都已经叫做不错了 要突破123元 我们才叫做这只股份终于入牛区 或者叫做可以大涨小回纳 可以做万牛 就是说就算刚刚最高的高位 刚刚早两天最高的高位 说是117元左右 好像升起来 其实都不代表它入了牛市 就是仍然是一个红区间 就是说还有机会会试一试低位 你说是不是Amazon出事 其实从来这些公司 就是无论你说Google好 Amazon好 Apple好 Microsoft好 从来他们都是富可敌角的 就是你说钱的钱 那些钱比股民更多的钱 那为什么会跌呢 其实就不是公司出事 是投资者出事 那些投资者的资金成本高了 就是假设他们是资金者 回来买东西的 突然成本高了 他就没办法 唯有返回盘盘去还了一块钱 那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股值跌下来 那你说是不是Amazon是一个有实力 其实是的 那只不过大家没有那个能力 那些投资者没有能力去买一个这么贵的东西 是的 那所以反而反过来就是 你会想的就是说 究竟跌到哪个位才叫做超值呢 现在是 那现在你Amazon其实本身是一个好公司的 但是那个时机是不是最好呢 那有几个point 就是除了刚才那个point 要升破了才觉得OK 那有一个位都要留意一下的 就是之前的底位 你看到这个平底的 是的 那个平底就是大概你预一百元左右 就是不要穿一百 因为一穿一百 这堆止蚀就会走出来的了 那接着就会再对好心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十个percent 就是你说家乡在十个percent 我觉得有机会见到的 因为刚才我有一百二十三 就是如果你现在升十个percent 都有一百一十八 就是有机会这样发一下发一下 给你看到家乡的 但是通常见到家乡的时候 我就建议反而你减持 或者叫我拿回一些cash先 接着再买其他可能港股 因为我自己觉得 预计Q3或Q4港股会好一点 所以情愿分开 不要只卖美股 因为怕美国的投资者不行 就是得越来越多了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